Namotas Bhagavatu Arahatu Samma Sambuddhasa 历经他世尊阿罗汉 圆满自觉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吉祥春者 今天有人问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我们要与时俱进 要不断创新 跟上时代 然后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守旧 保守守护着传承传统 不要轻易改变 到底怎么样做才对呢 其实一个是最终的目标 一个就是在因果法则来看 我们最终的目标 其实变或者是不变 一定是希望未来的结果 比现在更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所以一定是以这个目标为主的 有些东西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文化 有很好的一种家庭的那种传统 那有些传统是好的 是古时候有智慧的前辈们给大家立下的 那如果你去改 那除非能改得更好 如果不能改得更好 你总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改变 那可能一改 他就失去了那个传统的力量 那种守旧的力量就没有了 然后结果后代的人 未必有那么好的智慧 你也改一点 我也改一点 慢慢就改得什么都不像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 除非后人的智慧能超越前人 如果没有 还是要以着智者流传下来的 的那种文化 传统来延续 为什么呢 因为智者留下来的 在自然界的法则里 在英国法则里 它是更可靠的 就像佛陀留给我们的法 留给我们的解脱之法 现在有人超越佛陀吗 如果没有超越佛陀 又如何去搞创新呢 最多只能够搞一些 适应性的东西 如果把佛法 用现代科技去传播 这种是适应 让它没有更改 它的内涵 因为我们没有人的智慧 超越佛陀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比如说上代的科技 还在演变 后代的科技发现 比前上一代更好 总是有新的发现 新的理论 新的法则被发现 然后新的产品被研发出来 所以在这个领域 它还有一片蓝天蓝海 很多地方没有被开发 那没有开发的 如果你去开发 因为你开发了一个新的领域 开发了一个新的局面 那因此呢 你肯定会收获 获益良多 因为你带给这个社会 人类的这一方面的发展 那你肯定在因果上来说 你会得到好的果报 那可能是财富啊 世间的果报啊 所以在这里呢 基本上呢 我们就看到一个标准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让那个果更好 那如果创新呢 让果更好就创新 如果守旧 能够守着本来就有的成果 那就不要因为创新啊 改变啊 然后呢 失去 本来就可以拥有的很好的成果 比如说 寄托的成果 或者是成阿罗汉 成佛 那整条路不要再搞新的 为了搞新的 然后未来的一代 后代 他们的智慧能超越佛陀吗 如果没有超越前人 那又要做前人 跟以前人不一样的事 那就是没有智慧了 那就是把时代搞得越来搞越糟了 所以这里我们要明白 所谓的要创新 要做得更好 一定是比原来的更有新的发现 有新的领悟 有新的智慧 那才有用 所以从解脱这个角度来说 修行政务这个角度来说 的确 现在我们的后代的人 也没有像古斯和佛陀 那些圣地子们 那么样的圆满 那么样的有美德 那么样的修养 所以我们凭什么去创新呢 最多只是做一些适应性的事 但是在现代的科技 人文 还有很多领域在运用 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所以这些还没有开发的 你去开发 就算是一种创新了 那是给人类在那个领域的文明 会带来前进和进步的 总之 就是那个结果要更好 那个方法要更先进 更好 更符合自然界的法则 那才是值得我们去做的 不管是创新 还是守旧 都应该根据这个原理来做 好